咖啡 致癌也致癌 各說各話 誰才對 不是說已經得癌症的人不喝 而是說你喝太多還會致癌 蛤 近幾年的研究發現其實 咖啡因本身 喝咖啡本身 它有 致癌啊 對 不是 為什麼 明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講過 我還要挑戰 梅花磚 玩過大江南北 愛吃山珍海味 呼吸哪一種 大地大地 喂 嚇不去 嚇死了 站在這個裡面啊 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啊 它有一個保護人員在這裡 做什麼東西 玩在工作 愛在生活 我就是愛玩客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我們看到很多笑了 很多故事很好玩 對 您也有那個故事是 比方說聖誕節 然後這個也是 聖誕節呢 對 就是堂哥他們 就是想說 一般我們部落 絕對不是原住民自己開雜貨店 因為可能會倒閉 自己喝 攝障攝的這樣 所以我們那邊的 都是可能說外省人 然後可能就是 平地人和人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固店 奇怪都是那種 阿嬤級的 奶奶級的 可能他們9點 最晚11點好了 他們可能就要睡覺 那你說 就大家節日回來 你怎麼可能在這個時候睡覺 對啊 太早關店了吧 雜貨店都關了嘛 然後好啦 堂哥他們就想說 聖誕節嘛 才剛平安夜晚啊 然後他們就幾個 譬如說我們這五個 我們就過去 然後就在那個門口 貼卷門都已經拉了嘛 對不對 那時候已經半夜兩點了 報家音不是也是 也是半夜也有嘛 對啊 然後大家開始就是 平安夜 然後大家在這邊唱這樣子 然後不然就是 不是花燈酒煮 這樣 然後大家就會有和音這樣 唱完一整首 然後那個 就是 雜貨店阿嬤這樣說 真的到我們家了嗎 這樣 其實 已經搞不清楚說幾號了這樣 然後 是不是到我們家報家音 然後就趕快起來這樣 起來的時候 然後 欸 待到你了 我們要三箱啤酒 兩箱米酒 對 然後 白麵 白麵五包 然後牛肉麵十包 然後罐頭 然後全部簽陳志遠的 好 大家開始拿 就走了你知道 隔天那個阿嬤 然後他就到我們那邊去 就是 收帳 收帳 什麼時候有我們 有 你昨天堂哥來那邊報家音 然後大概五千多塊這樣 然後 我們一段時間 就欠了五千多塊這樣子 對 然後就大家回去我們說 奇怪我們 還沒有都 沒有去過 都還沒有經過到那個雜貨店 我們人都還沒到 就已經先奢障這樣子 對 然後不然跨年 然後 然後有時候那個 可能小孩子 某某表弟 可能去金門當兵 回來會帶吉翁嘛 高粱酒這樣子 好喝 對 然後你知道這個時候過節的時候 家裡都住很近 都是這樣 住前面對面什麼 這一家 喝倒了我們再換下一家 因為那家還在亮著 可能上面那家還有卡拉OK 所以我們就慢慢這樣子 蛇行的過去 蛇行到地內 對 到表弟家的時候 剛好那個 就是擺在那個中間這樣 其實已經 老人家對這種高粱 平常沒有再喝 可能就一定酒醉這樣子 然後呢 又是那幾個 報平 那個平安夜的堂哥他們 家音的 我們五個 就看到囉 就經過 什麼有擺摁這樣子 你知道 一進去開始 全部都下跪 全部都跪 一直哭這樣子 一直哭 然後骨灰彈 怎麼會這樣 你死得好慘喔 然後就是 大家都是用開玩笑的方式 然後就這樣兩個兩個這樣子 陸列的進去這樣子 然後就去報那個 那個 那個高粱酒的 你怎麼回來 為什麼沒有那個 完整的身體回來 怎麼會這樣子 國家有沒有給你錢 什麼 就會在那邊 就大家一直在那邊笑 旁邊的 阿姨啊 都笑到不行 他就說 你不要這樣子 在過年 你在幹嘛這樣 有些老人家會覺得說 你們這樣太過分了 都要觸眉頭 觸眉頭這樣 喔不是喔 高粱喔 對 一起喝嘛 一起喝 這樣子 所以堂哥他們就會看 他們前面都一定 前幾天都不要醉 他們想說 致遠秀琴他們回來 一定就會帶厚康的這樣 果真 因為我們回來可能一系列 那個 投幣式的也都租好了 我們就會連租三天這樣子 投幣式的卡拉OK 就會 租機器 直接租機器 我們要連租三天 不然你到 我跟你講到早上的時候 你一定要唱到早上喔 你不然你中間睡覺了 你早上已經不見了 可能對面的人喔 那個 志遠先借我們一下 我們今天滿月 這樣啊 就先推他 所以過年很多那種 很好玩 對 有一年啊那個 戴愛玲啊 就到我們那邊過年 他那時候 沒有趕上我們 坐我們的車子 後來他們就 可能公司就派一個 那個保護車 對 那因為我們部落那邊 就是很奇怪 常常會搬傷事 搬傷事 搬傷事那個 急救車 如果回來沒有偶應 救護車 回來沒有偶應 就表示 這一家是要搬傷事 因為沒有聲音嘛 對 對 然後呢 沒有人看過保護車啊 怎麼說 就跟我們家 對 因為那個保護車很寬這樣子 以為是那種鄰車型的 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進來了 又黑色的 誰回來了 然後你知道那些主人 本來都在自己家裡面 這樣子聊天 圍爐 列隊兩行 我說是誰家的這樣 開始大家要哭了這樣 阿嬤他們也會走催淚路線 是誰呢 第一頭問 是誰呢 是哪一家的這樣 好死不就停在我們家嘛 就停在我們家 他想說今天會是誰走啊 然後一直在想說 差不多的人都走了嘛 你有誰啊 怎麼會有誰這樣 然後大家就開始 是誰這樣子 然後一打開就帶艾琳這樣 也是活的 她那一年 她那一年要來我們這邊過年 對 大家說 怎麼那麼大台的救護車 是哪裡的啊 這樣子 好可怕 然後艾琳那時候在車上已經看到 她想說 可能已經我們先先預告 是不是 大家以為 我記得 怎麼會走路 結果她講說 她的臉色很像怪怪的 為什麼大家會這樣 是誰這樣子 後來大家就說 帶艾琳喔 大家開始喔 不誇張 回到部落 大家就是喜歡飆高音 帶艾琳我會 千年之戀對不對 我跟你唱這樣 很像裝熟那樣子 對啊 就其實 因為艾琳他們那邊 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 像我們這樣那麼熱鬧 所以到我們部落的時候 她就覺得 很開心 很開心 對 希望你們也可以到我們部落 我們台東都做出隔壁村而已 很近 先去花蓮 花蓮 台東 再去屏東 再去屏東 然後再坐船 對 很順有沒有 你們現在按照號 台9線 接台11線 好啦 其實呢 因為今年 因為今年剛好我也交了一些 原住民的朋友 我去台東玩 所以交了朋友 我覺得我在他們身上 學到很多 很多 看待生命的方式 樂天 他們不只是很樂天 你會發現 他們隨時隨地 在那個當下 都可以很開心 把心胸敞開 不只是面對身邊的人 面對他們的生活 面對整個大自然 所以我覺得 跨年真的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選擇 然後過年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交一個很好的朋友 也是一個很棒的 去他們家玩 對 唱歌到天亮就對了 合S型 合S型 這就是一個很棒的過年方式了 謝謝大家 謝謝 彼岸賣錯新片 演員現身說吧 請問你在少年拍裡面 演什麼角色 19歲的時候 主角的臉 但是用的是他的身體 我不相信你是身體 有可能要看人的身體